今天跟你们来聊聊这双狂傲一代 整体它这个鞋型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狂超5 包括狂超5Pro和销量太好了 但它还是想仿照这个狂超5这个系列 给它再做一个新的系列 有时候就有了这个狂傲 整体它的鞋面也就采用的是这种杀线织物的鞋面 我觉得这个鞋面给我的感觉会比狂超6这种网格式的鞋面 也要更具质感一些 并且实际穿着效果也是这个狂傲的鞋面 要更胜一筹 在前两个鞋带孔这里会有两根这种特殊的绑定 然后用于加强前掌的锁定性 再往上全部都是这种隐藏式的鞋带孔 鞋舌顶部的SDG Struck to Game 它这个后跟的填充其实还不错 挺厚实的 引起的中极就是全掌的弹科技 然后后跟这里会有一块A flash A值的填充 一直包裹到内侧的部位 然后外侧会有超大的TPU从脚趾的内侧一直延伸到后跟的部位 同时中足还会有一块面积这么大的TPU 组于中足的抗扭 然后鞋垫它用的不是这种超零件的鞋垫 就是普通的这种Othlite的鞋垫 外底它还是用上了这个水尼克星 人双鞋上脚 你乍一看真的以为是一双狂超5 它的鞋面贴合感我觉得跟狂超5差不多 鞋楦也是适中的 基本上就是各个脚型都能够去适配 后跟这块的包裹我觉得比狂超5要来的更好一些 就因为它后跟那块会多两个小枕头 整体中底弹的脚感我觉得它也比狂超5要来的更明显一些 因为它这个TPU版没有延伸到前掌发力点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前掌弹还是会偏软的 这个就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平时压路 或者是你在实战的过程当中 你就喜欢这种超零件的转弹感 那这双鞋会比较适合你 但是对于一些轻体中的球员前掌可能因为下线过于明显 所以说可能会导致卸力 它还是会比较适合一些风险或者是内线球员 然后再这一说 我觉得安踏现在这个产品的系列真的是太混乱了 而且太杂了 最主要就是它们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现在的安踏基本上都已经用上了全掌的超零件 你看这个例子 像欧文 就把KT 海沃德 狂潮 狂怒 不是狂怒 狂 狂标 狂奥 还有瞬息 还有突袭 还有三分语 基本上全是全脑弹 然后中底要么就是加TPU 要么就是碳板 要么就是TPU加碳板 目前狂奥价格还不太低 因为才发售 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先不要抓紧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